20之间拆个数字 当然一定拆中间嘛 拆个10 Enter 他会提示我太高了低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有点像删去法 应该已经10到20之间不可能了 所以1到9 1到9当然我们就拆中间 对中间应该拆5吧 对 Enter 太高了 所以又删去 剩1 2 3 4 所以四个数字 几率就变四分之一了 OK 大家如果说最好 因为我们现在是刚开始是 随便拆到对为止 不过应该是理论上你只能拆三次 三次拆不中 那你应该就不能再拆了 不然的话我觉得不合理 OK 因为限制哦 所以如果没有次数限制的话 那就用什么坏回圈 如果有次数限制的话 那你就要等于用4回圈 应该可以懂的逻辑吧 4回圈就是你只能跑几次 坏回圈就是你一直跑 跑到对为止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回圈怎么用 你要懂得活用 不是说一朝半世都可以 所以最后我们猜一下 最后应该猜多少 太高了 猜个中间 猜个中间 猜个不知道 3好了 OK Enter 恭喜答对了 OK 蛮幸运的 OK 所以等一下下课可以去买个赤青彩吧 甚至其实我们这里可以模拟一个什么呢 大乐透的开奖程式 就是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1到49号 所以乱数抽 那要抽7个号码 但是不能重复 OK 如果重复的话剔除掉 程式该如何写 OK 这些都是题目了 不过你们可以想想想看 里面有个关键 就是import一个random 因为我要产生乱数 那这个random的话 基本上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random range 有点像range 哪一个号码到哪一个 1初始值1 逗点21就结束 不会产生到前一个20 1到20 就这样子 copee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把逻辑写出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这个猜数字游戏 你们也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自己把猜数字游戏写出来 其实程式真的不复杂 就一个回圈 加多重判断就好了 就这样而已 一个回圈 加if Lif 加Ls 就完成了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是 无穷回圈 OK 就是说你一直拆 拆到对为止 但你可以改 只能拆三次 三次到 就离开了 不能再拆 OK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程式再改写 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也就是像这个 其实为什么要比较一下VBA 跟那个就是Python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在Israel里面的最强项 就是他资料库 这些放资料的地方 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而且他要做一些程式的设计上面 他的除错环境根本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 那当然Python的话没有 那当然你也不能抱怨 因为他本来就是 自由软体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猜数游戏 怎么写 我刚刚讲过 就是我最后猜对了 所以我要怎么去写这个程式 其实程式并不困难 首先大概有几个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要产生 1到20之间的乱数 所以你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产生乱数的这个功能 所以在哪一个 其实不只是Random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Module也可以 只是Random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那所以因为Random在外部 他没有预设就帮你把它放进来 所以如果外部的Module 以后特别注意 有个关键字叫Import 也就是如果那个Module在外部的话 你必须把它Import进来才能用 OK 所以这一点 以后你自己也可以写Module 你也可以把Import进来用 那这个Module里面的话 有一个Function 那个Function名称叫RandomRange 其实另外有一个叫RandomInt 不过我是觉得RandomInt 刚好就是1到20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用RandomRange 因为我们已经for里面有个range 我就学习惯 那如果逻辑一样 那我干脆用类似的东西 我不要就另外在RandomInt 然后跟你讲说 这个又跟Range不一样 然后你又一下一样一下又不一样 常常就 所以最好是逻辑一样的东西 虽然它有很多方法 所以我就选RandomRange 它可以怎么样 给它E就是从1开始 给它21就是到20 这个跟之前Range还蛮像的 那它就会帮我产生一个值 一个数字 放在RND这个变数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要让它拆 所以接下来就Input 所以后面就是一个Input 请在1到2之间拆一个数字 外面包一个RND转型 后面的话当然可想而知 我已经产生一个乱数 像刚刚是产生3 然后我要输入 我现在输入10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让它不断的去比对 所以如果让它不断比对的话 我后面有写一个很简单的写法 叫做什么 画有E冒号 你看画有E冒号 不是后面应该是要一个逻辑吗 对 因为E就是True 那画有True是什么 就是无穷回圈 对 意思就是说 油门就帮我踩到底 好 就是一直冲就对了 可是如果你用画有E冒号的时候 记得你回圈里面一定要多一个叫BREAK 当什么情况下你要踩刹车 对 所以里面一定要BREAK 如果这个城市里面回圈里面没有BREAK 那就永远跑不出来了 所以画有E冒号很好用 但是里面就加一个BREAK就好了 我蛮喜欢用这个 因为很简单 很好叙述 就帮我不断去做 直到什么情况下 就是答对为止 如果你太高太低 都继续猜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三重逻辑 F 如果呢 你这个词 你猜的比它大的话 那跟他讲说 你猜的太大了低一点 对 另外一个是LF 如果呢 你猜的比它小 那就太小了高一点 有没有 所以我的叙述方法这样 底下就写F 如果你猜的比它小的话 跟他讲什么 太低了高一点 并且呢 再让他猜一次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input把它复制过来 有没有 这一行跟这一行一模一样 OK 所以程式第一个逻辑 另外的话呢 相反 就是如果你猜的LF 你猜的比它 产生的那个值还大的话 就跟他讲说 天岛嘛 太高了低一点 有没有 诶 然后再一样 printer input 一样嘛 所以基本上 上面虽然看起来 程式好像是六行 不过实际上是上面三行写完 复制下来修改一下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那就答对了嘛 所以 else 反之怎么样 剩下来的哦 那就是 恭喜答对了 最后记得怎么样 踩刹车 brake 程式 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了解吧 OK 这种逻辑应该不算太复杂 而且前面都讲过 比较没有 特别提到的就random random random range 然后呢 这边有个file 记得最后恭喜答对之后 一定要break 这样子的话程式就写完了 OK 应该不困难 所以请多练习一下 另外如果你写完之后 可以想想看 如果只能拆三次 因为我觉得拆三次 应该是差不多了 拆再多一点 可能就有乱拆的嫌疑 如果你拆三次 你能够拆对 那表示你真的是 有用心在拆 不是乱拆 OK 所以如果 要把这个程式改成 只能拆三次 怎么改 当然没有标准答案 不过可想而知 就是 这边要不就是在file里面 设一个count 比如说 拆一次了就加1 再加1 做一个逻辑 如果他那个拆的次数呢 他已经超过三次了 那就什么 跟他说拜拜 break 就离开 用file回圈 叫不然的话 你把它改file回圈 这个道理跟我们刚刚之前讲过 把file回圈改成file回圈 大概差不多 两个都可以 但是哪一个方法比较简单 可能 请各位思考一下 哪一种写法 那当然 请各位 试着再把那个 画回圈 改file回圈 另外的话 当然衍生的这种类似拆数字的 这种类集体还蛮多 像我刚刚讲的热透彩 模拟器 也可以 也可以把它 如果可以的话 写出来 不过呢 那个模拟器里面会有个问题 就是 如果有重复就怎么办 ok 如果重复的话 其实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在那个python里面呢 有一个形态叫set set set 它的 好处就是 它可以放一串 数字给它 如果有重复 它自动帮你剔除 set ok 就是set 它就是取那个不重复的数字 ok 那你可以用set去把那个 本来可能它里面有重复的 你出来 假设 你要七个数字 那都倒给它 看看有没有重复 有重复的话 那如果长度不足 没有 你就重新再产生 直到没有重复的结果 你就再把它输出 那就ok了 你可以用画尔一吗 重复到它总共里面都没有重复 你再print 可不可以 可以 ok 写法很多啦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可以 测验一下 你们是不是 真的把回圈 跟逻辑 学会 ok 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我提到的这个 尽量如果可以的话 先不要受限于我的答案